最近寒流一波接一波 公司委呼吁要做好保暖工作 尤其东北角海域 冷气团影响期间 通常都会伴随比较强的东北风 风浪也偏大 前往海边活动的民众 又或者是海上作业船只 请注意安全 每年的10月到隔年3月 是东北季风盛行的日子 不过因为东北角地区海岸 常吸引许多钓客来进行海钓 但是每年不时都会有 钓客落海的意外发生 近日风雨增强 海岸浪高数公尺 不过不少爱钓鱼的民众 还是没在怕 浪大就不要钓就好了 又不是摊钓 所以自己都会注意安全 还蛮会注意的 有鉴于最近寒流又来袭 尤其是明天的气温 可能会降到10度以下 所以在此特别呼吁 我们的乡亲要注意保暖 近日寒流一波接着一波 公所也呼吁要做好保暖工作 尤其东北角海域风浪特别大 公所表示民众切勿前往关浪 不过相关单位只能苦口婆心的 一再呼吁 尤其海的变化大 确实潜尝着危机 而喜欢钓鱼 站在危险的海域的礁石上 又不穿救生衣或防滑钉鞋 实在是相当危险 另外因为我们瑞芳地区位于东北角 那东北角的海浪特别大 也呼吁我们的乡亲 尽量不要靠近这个地区进行垂钓 在垂钓的时候 特别要依照我们新北市政府的规范 穿好各项的防护装备 那也要注意防寒 另外冷气团影响期间 通常会伴随比较强的东北风 风浪也偏大 前往海边活动的民众或海上作业船只 也要注意安全 早晚温差也会比较明显 外出时也做好保暖工作 姐成为瑞芳采访报道